我也是看到报道之后特意去买了一本 看一看这个小小的绘本 究竟是哪个地方引起了台湾方面这么大阵仗的关注 我读了一下这本呢 其实只有20页 它是透过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视角 来展现武汉疫情期间的生活的场景 讲述一个孩子对身为医生的爸爸的牵挂和思念 它讲述的是跟担当 跟承诺 跟支撑 跟守望有关的故事 这本绘本的起源说出来大家都很清楚 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有54万名的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医护人员 和病毒短兵相接 346支国家医疗队 4万多名医护人员奔赴前线 以对人民的赤诚和对生命的尽有 来诠释医者人心和大爱无疆 这绘本里头的妈妈讲了一句话 她说这是一场和病毒的战斗 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 就都是光荣的战士 我就不明白 这么一种能在小朋友的心中 拨下爱和勇气的种子的毒物 让小朋友去理解人世间关怀 互助的毒物 被岛内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文章 是不是很不应该 民进党当局和一些政客 我们越来越看到 只问立场 不问是非 只看颜色 不看事实 只要是跟大陆有关的事 都政治化 污名化 拼命地煽动仇中反中的情绪 那么他们在怕什么呢 他们怕的是两岸的同胞 走近走亲 怕的是台湾的民众 了解到大陆的真实的情况 他们更怕 他们苦心经营的谎言 被戳穿 我想这种违反良心的操作 是一定会失败的